我們現在就請在台上的這群國高中生 為自己的人權發聲 小英總統不要再擺爛了 怎麼可以讓這些壞人欺負我們 台灣 給我希望 不要失望 政府官員就要在這週五拍賣我們家的地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站出來 不要讓他們侮辱台灣的名譽 我今天在這邊是想呼籲小英總統 讓他管管他下面的那一些人 要用良心做事 不要幹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我今天站在台上 是希望政府能聽見我們的心聲救救人民 我今天站在這裡是想問小英總統 你當總統是為了錢還是為了保護台灣 你為什麼一再放任手底下的官員為非作膽 為什麼那些做錯事的官員可以在裡面升官發財 這樣真的是公平的嗎 我希望小英總統 可以幫幫我們 不要再讓那些貪官為非作膽 小英總統 我是國中生 也是台灣的人民 你忍心看著我們人民被壞人欺負嗎 希望小英總統可以看清那些政府官員做的壞事 還我們台灣人民一個公道 請你們記得你們的身份是一個官員 而不是土匪 我現在13歲同時也是一名太吉門弟子 我知道太吉門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我在那裡師父教我要宣揚愛與和平 落實在生活中的每一天 但是我們在台灣卻遭受了24年的冤屈 請政府出來面對人民 然後也請小英總統 可以快來救救我們幫幫我們 小英總統 我希望您在下午接受到我們陳情後 可以好好的 讓你的下屬不要再做錯事了 好好面對他們所做錯的事 把自己做錯的事自己好好解決 我們站在街頭 陳情抗議一個多月 卻沒有官員肯出來解決問題 請小英總統幫幫我們 救救我們 我知道我的家被搶走之後 我真的非常的生氣 所以我今天站出來 跟小英總統講說 請救救我們 政府官員們 有錯誤就要道歉 要改進 不要再執迷不誤 繼續錯下去了 政府請找回你的良心 趕快解除這一束鬧劇